瑞芳区的瑞宾派出所对面有一处闲置用地 因为有民众在这边地上种菜 旁边垃圾和杂草有很多 看起来就相当杂乱 当地里长希望可以把这块地进行绿美化工程 来成为休闲用地 就在瑞宾派出所的对面有一处闲置用地 上面又是种菜旁边又是垃圾 还有长满的杂草看起来显得脏乱 又瑞宾里相当欠缺休息空间 当地里长就希望可以是做绿美化 好好的整理一番 让世荣看起来美观一些 台经的这个八子们的铁路 他们送宽纱 后来台经出来又没有用 没有现在都长杂草 那里面一直反应 那我就建议那个工手 向铁路级一波用 可以看到在这一排民宅前的土地 没有经过整理 显得相当脏乱 而且范围还不小 大约是三四百公尺长 全都是属于台铁的用地 所以也先取得台铁用地同意书 目前土地已经完成了波用 未来将交由区公所来负责做后续的绿美化 现在已经波用完成了 等那个相似政府整体预算 然后把这个这块全部美化 让我们的民宅里面有一个休闲的合同空间 上个月大概八月份也通过了我们台铁这个出估的政策 通过这个绿美化任养的一个契约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大概九月年底左右 我们会针对它这个闲置空间 来先进行这个除草的动作 预计除草完之后 那明年我们也会提编列相关的预算 来针对这一块闲置空间来进行绿美化 林长表示为了地方的市容 还有提供给民众更好的生活品质 这两年一直在和台铁协调用地取得 现在台铁也同意无偿拨用 区公所和台铁也订定了绿美化任养契约 未来区公所进行绿美化 让民众有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导